母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诸位平身 这个霸气十足的女儿 正是大乾国唯一的女儿 然而在五年前一次叛乱中 却被小人下了媚药 身子给了那位穿越着 而那人去不及 公主 快快走啊 他们追上来了 我们断后 胡伯 那你们怎么办 被他们追上 你们都会死的 公主 到了这个地方 我等早已做好舍上忘死的准备 快走吧 如果没有你父亲 我们早在十年前就会杀死了 公主已经离开 为了公主 为了大乾朝 大家给我冲啊 行地当车 给我杀 那个女人中的魅药 没有男人撑不了多久的 其余的人随我追 哇 这个妞好正点啊 不过脸色为啥这么红 是不是发烧了 随我冲上去 把公主抢过来 把那个男人杀掉 我宇文将冲 今天让你们尝尝 公主的滋味 你这是什么暗器 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 幸好穿越过来 有一阵子了 随身做了把手枪防身 要不然今天真死在这了 我好热 我要 我好热 这就是魅药吧 没想到效果这么强劲 美女 这是我穿越来的第一次 虽然我很吃亏 但是 谁让我是为了救人啊 如果女人清醒听到她的话 肯定会偶血三声 你是第一次 难道别人就不是吗 可惜她现在迷迷糊糊 很快黄间里想起了娇小乐 两人云语之后 女人清醒了过来 美女 那个啥 请问你叫什么 家住在哪 如果可以的话 混蛋 我的名字你不需要知道 如果你有耐心等我五年 我不死的话 会回来找你的 娘亲 你说我们能找到爹爹吗 当然了 要是她不喜欢 或者不承认 就杀了她 那就好 我有好多好多话 想跟爹爹说呢 哼 等我找到爹爹 我看谁还敢说 我是没爹的孩子 娘亲 别哭 是欢欢不好 等欢欢长大了 跟爹爹一起保护娘亲 把那些坏蛋打跑 路上的行人 请站在道路两边 大阅兵即将开始 请不要阻挡主导 最新款的兵服可真俊呐 我家小子今年过了体检 当了护卫兵 去我家提亲的姑娘 都踏破门槛了 这算什么 我女婿还是大老爷的亲卫队呢 一会阅兵就能看到她了 可惜大老爷要求太爷了 要不然这成立哪个儿郎 不想替她老人家效力 这县太爷到底何许人 竟然有如此人心 非望竟然可以 比肩我这个女帝 陛下 奴婢回来了 和你说了多少遍 在外面叫我小姐 灰小姐 这北梁县处处透着古怪 那城墙砖块累气 魅力甚至还欠了钢铁 比经师的城墙还要坚固 这些我都知道了 可还打探到 什么更隐秘的事情 这里的县太爷 隔三差五就打劫过往的商队 甚至那些穿兽皮的土人 也不放过 还组建了三万精兵 百名的就是要造反呢 剑月修筑城墙 藏力私兵 打家劫射 勾结埋刃 意图谋反 是不是就连总兵张薇也被他收买了 这个我倒是不清楚 不过这里太不安全了 咱们还是走了 晚了封城就走不掉了 不 我不走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若是我没来这北梁县 到时候贼军的刀架在我脖子上 都不知是怎么回事 所有人 阅兵开始 注意避让 第一方阵 是护卫兵方阵 乃是护卫我北梁县的第一道方阵 最先跟着令军横扫四方 红臣们辛苦了 来在这方 精锐 这是精锐中的精锐 就算我大前第一位 都远不如这一支方阵 小姐 他们不仅连大前兵种特有的服装都并起了 甚至连军礼都改了 虽是护卫营 但是这连弩是不是该换一换了 军营都配备碎发枪了 你个屠狗 碎发枪那玩意早淘汰了 最新的武器不仅能连发 还可以杀死150杖以外的敌人 威力巨大 能射阅兵的武器 按照那位线太爷的脾气 早已经快淘汰了 碎发枪已经过厉害了 这新武器居然能结合两种武器的优点 哪个敌人能挡得住啊 真能吹拧哪 除了牵影弩 什么武器能射杀150杖外的敌人 很快 第二方阵的神枪队 第三方阵的骑兵队 第四方阵的赤后队 第五方阵战车队 从他们面前走 看着看着一个又一个方阵 从眼前掠过 赵尖家呼吸都急促 胸口也剧烈起伏起来 就在这时 头顶的大喇喇再次响起 所有方阵出列完毕 请尊敬的命军大人检阅 这狗官是有能力的 到时候抓了他 若是他老实交代一切 朕还能饶他一条狗命 天子才嫁六 他居然敢嫁酒 本想让监造局随便搞搞 没想到搞出这么大阵仗 还弄了九匹马 算了不管了 帅就完事了 同志们辛苦了 不幸福 李居哥幸福 同志们晒黑了 李居哥幸福 在那里呢 娘亲爹爹在那 欢欢 他在哪里呢 欢欢朝着被人群包围的路远指 但是这时候 人群沸腾了 根本看不到前面 宝贝 没事吧 没事 真的是爹爹 跟娘亲话的一模一样 但是我喊爹爹 他不搭理我 娘 爹爹是不是讨厌我 欢欢 爹爹可能在忙呢 没看到欢欢 等忙完了 咱们找到他 他肯定会欢喜的 真的吗 那太好了 这百万人口 想要找一个人多难啊 又不是经常 或者是孩子太想爹爹 看错了吧 不好 是警报声 又有嫡媳了 嫡媳了 快跑啊 别躲在这里了 只要有令军大人在 谁也不可能攻破城市 对呀 该吃吃 该喝喝 别吓这孩子 一会儿就会有人来引导咱们了 诸位 蛮人部落领兵十万来袭 请各位军民有趣的离开阅兵现场 前往附近最近的避难所 老人 女人 幼儿 有先撤退 咱们这是去哪啊 别慌 跟着大家去就行了 狗官 若你赢了 朕不杀你九族 只杀你一人 骑禀令军大人 蛮人的狼旗位已经抵达势力坡 最多半个时辰就能兵临城下 虎卫营 捕兵营 火枪营 军已经不防告位 而且张总兵的人马还不见踪影 马赤后小队的人全都派出去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令尊大人 大老爷 我去把这些狗养养的给砍了 蛮足十万兵 狼旗位就有三万 这里一马平川 是骑兵的天下 你砍杀的了几人 红姑说的没错 又不是单挑 个人武力 用处不大 军营营的人 准备好了吗 回答老爷 准备到位了 随时准备营救伤员 就在这时候 路员从望远镜里 看到了前方的滚滚浓烟 第一陷阱 巨马布置到位 第二陷阱 匹刀线布置到位 第三陷阱 地雷阵布置到位 地雷阵了 给我开炮 就在这时 他在满是硝烟的战场上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北梁关总兵张薇 他和他的清兵 被狼旗为五花大把 推上了前线 停火 快停火 北梁关总兵张薇 在我们的手里 向赎回他 把你们北梁县的 火气筒筒交出来 狗娘养的蛮人 有本事堂堂正正来战 又俘虏妖邪 算什么本事 令军大人 万不可上了蛮人的档啊 路远狗贼 这可是你们北梁关的总兵 你要是见死不救 你们朝廷也会派人 下来收拾你 你别特么的 说废话了 把张总兵和他的亲卫 送过来 一手交人 一手交货 你别他娘的耍诈 谁不知道你这个狗贼 诡气多短 路令军 我们不怕死 我等宁愿死在令军手中 也不愿死在这贼军之手 请令军下令 主贼 路令军 我是赛哈 狼旗卫万护长 只要你给我们想要的 人我们不上分毫 保证再不侵扰北梁县 狙击手 锁定这个赛哈头目 一号狙击手 已经锁定赛哈了 这个赛哈 是狼旗卫的灵魂 我早想把他干掉了 你们有什么要求 说吧 很好 那我要大炮十吨 碎发枪百杆 千里镜一百克 轰天雷一万发 我们要验验货 可以一手交人 一手交货 路老弟都怪我啊 我是罪人 是大钱的罪人啊 随后 狼旗卫把总兵张薇的护卫 送到了城墙脚下 士兵用吊篮把他们带了上去 路令军果然是信任 这剩下的物资和配方 可以交换了 随即剩下的人押送张薇 朝着城墙过去 眼看路远将物资 从城上掉下来的赛哈 却突然被一枪暴动 那些押送 也是蒙古 无一例外 多送你 一号狙击手击杀成功 二号狙击手击杀成功 三号狙击手击杀成功 沉重的城门房 一千武器领导就饥渴难耐 当城门打开的一瞬间 他们犹如下山的蒙古 清朝自动 没了张薇做服务 他们连提刀的勇气都没有 恐怕被杀得丢盔气脚 刺散了 你们三个 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们是谁 我们凭什么跟你走 凭什么 就是你满世界的打探消息 对不对 没错 长官 就是这家伙 问东问西 甭给了我十两斤 一看就是细作 哇 我出来诈到 只是好奇 问话不是很正常吗 有花十两斤子问话的吗 请你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若不然 就只能得罪了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 这里是大钱的地界 你们 少他娘的废话 扣起来 暴令军大人 此次杀敌一万六千浪几位 四千八百普通骑兵 俘虏一万一千余人 陆老弟 这次收获不小啊 三万多对十万 一两死 二是重伤的 斩获三万多敌寇 这他娘的可是千倍的差距 兄弟 我觉得你比我更适合当北梁官总兵 要不你 张老哥 你了解我 我只想守着北梁县 做一个逍遥县令 领令军 安全局的同志 抓住了三个细作 这细作中 还有个不满五岁的小娃娃 是从京城来的 京城来的是商队还是个人 他们说是京城来的商队 可要拿不出其他商队的推荐线 入城后 花费重金打探消息 先全力将这些人控制起来 我一会过去 老实交代 还能免去扯罚 要不然 让你尝尝二十一只连心的感觉 什么二十一指头 是十指连心吧 十指九指不是二十指吗 那怎么还多一指 好好好 当然是男人给油的东西也算 不要啊 我本来就是太监 但是这种事不能让他们知道啊 而另一个审讯室内 赵尖家紧紧的抱着欢欢 欢欢委屈的撅着小组 一脸害怕的看着这些人 娘亲 欢欢好怕呀 爹爹会来就咱们吗 你女儿长得像你 很可爱 看得出来 你们是真母女 我说了 我带着女儿是来找我丈夫的 只不过 北梁县的变化太大了 出于好奇 才打探消息 这位夫人 你的借口未免也太别搅了 你这能美 如果我是男人 怎么可能抛弃亲女 而且北梁县之前一穷二白 别人都在外跑 谁会又想来北梁县呢 你也不想这么可爱的小姑娘 以后没了娘亲吧 娘亲别怕 欢欢保护你 哎哟 天杀的 你们敢伤我的人 到时候我必然饶不了你们 每一个进咱们这儿的人 最后都会哭着就放过 说实话 我真不忍心对你这样的母女下手 不要欺负我娘 我娘还没找到我爹 你们谁都不许欺负他 等我爹来了 把你们统统都收拾 不要动我女儿 参见令军大人 太好了 令军大人来了 看你们这些细作怎么办 敢相信 大前国一代女帝 居然被自己人 当成敌国戏作 抓到了老黄 而与他同行的太监 马三宝也被关了进去 此时审讯室内 你不要过来呀 我要叫了 好好好 你叫吧 就算你叫喊呼噜 也没人来救你的 审讯的怎么样了 那个中年男人胆小如数 都还没用行的 直接杀牛浑死过程 刚才了就行完 还没行的 就这素质 还学人做细作 那一对母女呢 回令军大人 还在神 听说那个女人特别嘴有 根本神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 应该是经过长期培养的私塞 无妨 验过刘痕 再厉害的细作 都会留下痕迹 娘别怕 欢欢在呢 别怕 这些细作简直不当人 这么小的孩子 也推出来做任务 雇佣同工不犯法吗 带着这种疑问的路员 推开了审讯室的门 走进审讯室 看到来人的瞬间先是一阵 觉得熟悉 再仔细一看 她大脑当时就当机了 而此时的女帝看到来人 大脑也是一片空白 此刻审讯室静悄悄的 仿佛时间都停止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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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了 我找了她五年没找到 没想到我心心念念的这个女人 在审讯室内见到了 还带了个娃 难道是我的种 练军大人 请不要走得太近 虽然她身上的武器已经全部被搜出来了 但她是接受过训练的死事 你 你过得还好吗 可知道 我找了你五年 什么情况 这女人不是细作吗 怎么令军大人认识她 难道这女人口中的丈夫是令军大人 我的天啊 赵坚家也回过时来 原本她以为五年不见着男 会逐渐淡忘 可并没有 反而随着时间推移 随着欢欢的出事 变得越发的清晰 任凭她如何都无法忘记 不是我要找你 是孩子想看看自己爹是谁 我就带她来了 原来那一碗的男人 就是这北梁县的狗官 他竟是一个逆贼 我 我 我的娃 你这是不承认是你的娃吧 你不要 那我就走 要 我要 我的闺女 谁也不许带走 我的妈呀 自己居然把令军大人的妻女给抓了 还当成戏作来审讯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欢欢 看看她是谁 是坏人 是欺负娘的坏人 娘你别怕 欢欢 保护你 闺女 我 我是爹爹 你转头看看我 你才不是爹爹 我刚才喊爹爹 他不理我 他不要我了 好闺女 是爹爹错了 你再给爹爹一次机会好不好 爹爹一定好好补偿你 怎么办呀 五年没见的仙女 突然回归 还带了一个奶娃娃 现在一个冷着脸 一个哄不好 说 是哪个王八蛋 抓的我媳妇跟闺女 令军大人被追错了 可让陆远没想到的是 随他来的总兵张威膝盖一软 居然也跪了下去 张老哥 你起来 我没说你啊 你不用跪 卧槽 这不是当今陛下吗 原来他们口中小公主的野爹 居然是陆老弟 这藏得也太深了吧 原来陆老弟才是真正的伴猪吃老虎 张老哥 你这是做什么 我有些腿软 从北梁关赶了一夜没休息 让老弟看笑话了 原来陆老弟并不知道女弟的身份 如果知道又何必找了陛下五年 所以陛下隐藏了身份 这是不能说啊 是属下失职 没能认出夫人了 求令军大人惩罚 妈呀 抓事做吧 大人他媳妇抓进来 旁边神殉事的那个胆小鬼 不会是他老张人吗 这啥完蛋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都认清这张脸 这俩是我媳妇跟闺女 以后对他们 就要跟对待我一样 明白了吗 是令军大人 爹爹 欢欢好想你呀 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呢 走 跟爹爹离开这里 你别多想 我带着孩子过来 只是想让他知道 他并不是没父亲的孩子 还有 我不是你妻子 只是凑巧跟你有了一个孩子 仅此而已 难道陆县令还想和之前一样 想要霸占小女子为妻 当然不会 但你的未来 我路远管定了 很快几人便出了审讯室 女弟并不想住在这 只是奈何女儿第一次见自己爹爹 便让女儿随他玩去了 好闺女 这些可都是爹爱吃的 你快尝尝 外面都吃不到的 爹爹 这个好好吃啊 宝贝 你姓什么啊 当然是姓赵老 那你娘叫什么呀 不行 娘不让我告诉别人 爹爹也不行吗 娘不让 如果告诉爹爹 娘就不喜欢我了 还要打我屁屁 娘 我没有告诉爹爹 你叫奸家 真的 我没有骗你 你叫赵奸家 这名字真好听 奸家苍苍 白鹿为双 所谓一人 在水一方 你这孩子 让你多嘴 他并不怕路远认出自己 登基之前 他公主的闺名知道的人就不多 登基之后 他嫌奸家不够霸气 特地改成了 灵霄 所以他既是赵奸家 也是赵灵霄 你挂这话 不怕你外面的夫人生气吗 谁说我有夫人的 五年前 我认识你 心里便藏不下任何人 这些年 我一直都是单身 现在 有了你跟欢欢 我就更不会考虑其他人了 我说了 我跟你之间不可能 我只是想让孩子明白 他并不是没有父亲的孩子 天色不早了 我们也该回客栈了 不要 我不要离开爹爹 我就要跟爹爹在一起 嗯 说了不行就不行 赵欢欢 你若再不走 我让你有爹没娘 爹爹 欢欢先走了 但是娘又没说 不让你跟去 你明天 可要早早的来 服员客栈来找我哟 死丫头 别说了 这小东西 把自己那点牢底都接完了 爹是亲的 自己这个娘 难道是后娘 望着两人离去的背景 陆元心里 竟说不出的滋味 等他们从视线消失后 陆元对着 隐藏在周边的护卫说道 告诉刘苏 十二时辰 暗中保护他们母女 不得有任何闪失 把护员客栈 周围的客栈 都给我包场 从今儿开始 大老爷 我要追媳妇了 安卫还有多久的 这个最多两日 怎么会这么久 北梁县的百姓 都有特殊材料 制作的居主证 根本仿制不了 但是 安卫那边传来消息 他们已经乔装成商队 来参加三天之后的万国大会 万国大会又是什么 据客栈伙计说 北梁县的万国大会 已经连续举行三届了 这是第四届 每一届都有成百上千个 商队慕名而来 这么大的事情 朕在宫里 居然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难道大前本地商人不参与吗 还有那个路员 非常喜欢孩子 朕可以从这里下手 陛下 万万不可呀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附近的客栈 都被他给包园了 有人暗中盯着咱们 这显然是怀疑咱们 千万不能被他们 人处无害的外貌给骗了 朕明白 但只有亲近他 才能掌控他 北梁县的一切 朕必须拿在手里 陛下圣灵 张维乃鞭 老奴已经派人递了信 他知道日后该怎么做 第二天 路员起了个大早 做了自己最拿手的早餐 高兴地敲开了赵尖家的房门 你其实不用这么做 外面的东西 我怕闺女吃不惯 自己做了一些吃的 你也尝尝 脚欢欢 该起来吃早饭了 太阳都晒屁屁了 我可是带了你 最爱吃的唐苏悠 你再不睁眼 一会儿 我全吃了去 不行 这是我的 你是大人 怎么能抢小孩吃的 谁让你装睡的 如果他不是逆贼 或许跟我一起回京城 也挺好的 哎呀 我在想什么呢 等吃完饭 我带你们娘俩去转转 大老爷 今天您的行程 已经安排满了 上午有上百个商队抵达 下午教育部 有教育革新会要开 晚上军部的总结会 这一次万国大会的场地 您可是千叮宁万嘱咐 不能有任何闪失 难道都不管了 这狗男人果真勾连外敌 想让朕饶了他 除非他趁机 把这些敌国公主 都给震抓了 这些人来这里做什么 陆远 你作为大钱的县令 可知道 勾连外敌是什么罪行 要是传出去 是要诸九族的 什么勾连外敌 我这是做生意 赚外汇呢 北梁县太穷了 想要发展 就必须走出去 至于泄露 你放心 他们没那个胆子 要真泄露了 你也别怕 狗皇帝要感动我 我饶不了他 这狗男人 变着法地骂我 还敢威胁我 气死老娘了 大老爷 大夏跟大井的使团 已经到了 不是说还有两天吗 怎么提前了 不仅如此 端王世子也到了 夏渊那边 已经快忙不过来了 让我请您过去坐镇 卧槽 这小子 跟他们一起说好的吧 行了 我一会儿就过去 端王世子也来了 哪个端王 是大钱端王吗 怎么他跟你也有联系 他们父子俩 跟我关系都不错 等他来了 介绍你认识一下 端王何许人言 若不是他鼎力相助 自己根本不可能 君临天下 可现在 你小子居然告诉我 端王父子 跟你这个叛逆也有关系 所以 叛逆竟是我叔叔 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诸位平身 陆园来了吗 林公主还没来 北梁县招商局局长夏渊 正安排咱们入住 那谁排在咱们前头呢 是大夏的永乐公主 据说大夏这一次 准备将陆园招为辅马 以侯爵许致 哼 他们倒是打得好散盘 陆园看得上那丑八怪吗 原来就在几年前 陆园无疑 一主手里揍他 之后他就迷上这男人 大夏皇帝几次找案 陆园几次不从 最后气得皇帝派兵攻打 却战败而归 那一战后 所有人都知道北梁是个硬查 公主 陆先令来了 陆园哥哥在这里 剑碧 为了陆园 公主威仪都不要了 陆囊在这里呢 诸位好久不见 陆园哥哥好久不见 我今天穿得漂亮吗 大庭广众之下 注意形象 拉拉扯扯的 城河体统 陆园 一别几年 别来无恙 你这骚狐狸 装什么文化人 仗着自己有两个大球球 有什么了不起的 老娘几一几比你还大 陆园哥哥才不喜欢你这么肤浅的人 搓一把 男人婆 粗俗 野蛮 没教养 一个小平板还敢和我争 陆园哥哥 别搭理他 陆园 跟我走 两女一左一右 抱住了陆园的手 她顿时感觉双臂陷入了柔软之中 周围人都看傻了 这他娘的就是敌掌公主 说出来的话怎么这么粗糙 简直不堪入耳 你们够了 你看看你们有点公主的样子吗 好好的万国大会 被你们俩弄得根青楼大会式的 再这样 明年的万国大会 你们别来了 要是以前跟着俩丫头耍耍还可以 今年不行了 我北梁第一深情的形象 岂能被这两个粗笔的女人给破坏了 娘 这俩人是不是爹爹给我找的小妈呀 他们两个还不配 这狗男人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让大夏和大井两国的敌掌公主如此低声下气 路师我来了 你小子都习惯了 怎么还跟没长大似的 我这不是太想你了吗 对了 我这一次给你带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不着急 这里人多 晚点再说 我先给你介绍两个人 这是我媳妇儿 你是娘 这是我闺女 你小师妹 你小子还挺孝顺的 给你师娘行这么大的礼 那这是你师娘 给你提前准备的见面红包 这哪门子的师娘啊 这分明是自己的黄姐呀 我说怎么今天右眼皮子跳 把黄姐跳出来了 端王世子 好样的 没想到我一个小女子 还能当端王世子的长辈 赵尖家走到赵级跟前 将她掺索起来 然后用只有赵级 才能听到的声音快速说道 感谢了我的身份 你就死定了 谢谢师娘的红包 非要跟本公主作对事吗 张松年 宣读父皇的圣旨 是公主殿下 陆元 天下英杰也 朕也不能美 恨不得即刻将其收入构中 得陆元 胜得百万雄兵也 特封陆元 北梁侯 世袭网替 十亿两千虎 此剑王不败 此丹书铁券 为陆元者 堪为国序也 朕下令 将长宁公主下 嫁给陆元 请陆先令接旨吧 财侯爷 大井皇帝也太想家子气了 王得 出来宣读父皇圣旨 奴婢遵旨 北梁先前令 德才兼备 民生远博 朕心赏之 愿以国事代志 特封陆元 北梁王 永振北梁 专善权杖 朕特徐 将暗于永乐 下驾陆元 望陆元能感怀胜恩 签词 北梁王殿下 您是个聪明人 应该能分辨出谁最重视您 王得声音不大 却犹如一颗深水炸弹 害得众人说不出话来 从县令到侯爵到驸马 已经足够震撼 但是猎土蜂王 那是所有人的梦想 陆诗 千万不要上道 他们没安好心的 大厦和大井都比大钱强盛 而此刻 两国却求着陆元 娶了他们的公主 这个男人已经强大到 让两国都要拉拢 讨好的程度了吗 陆元 你为了这些 难道要抛弃大钱吗 我到底该选哪一个呢 你们这样 我很为难啊 陆诗 难道你要抛弃我们 抛弃大钱了吗 陆县令 请三思啊 赵监家看着赵几 向他实眼色 暗暗打手势提醒 卧槽 让我假传圣旨吗 可是若是自己谎报圣旨 岂不是殿像告诉陆诗 皇帝早就知道 他的所作所为 而我却隐瞒了 欺骗陆诗 会更容易 把他推向对立面对吧 世子 您快说啊 陛下有没有给您什么圣旨 是啊 陆县令可是天下第一县令 别人都知道拉拢 怎么到了咱们大钱 就四六不分了 这个赵几也太笨了 自己都暗示的这么明显了 就算自己没下圣旨 大不了先冷住这狗男人 自己事后补一份就行了 陆元哥哥 大钱皇帝不重视你 我们重视你 不就是个北蓝王 等咱们成婚后 肯定给你封王 笑话 现在没有 难道以后就有了吗 陆郎 千万不要听这疯婆子的话 只有大夏才是你最好的归属 小姐 这小子不会真的要投敌吧 我怎么教你的 男儿膝下有黄金 贵天贵地贵父母 瞧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 还流马尿 难道在你眼里 你陆师我 就是个贤贫爱富的人 卖国求荣的人吗 陆师您不会抛弃我们吗 废话 我什么时候说要叛国了 陆某多谢两位公主好意 但是我这个人胆小 这辈子没有什么雄心壮志 替我向你们皇帝说一句谢谢 只要他们不来烦我 我就很满足了 还有啊 你们两个以后离我远一点 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了 这我媳妇真正的原配 你们就说 我媳妇漂亮不漂亮 女儿可不可爱 漂亮 师娘是天下第一大美女 女儿也非常可爱 赵尖家痴痴地看着陆远 那温热的大手 不仅温暖了她的手 更温暖了她的心 算你们会说话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每个人都夹一个鸡腿 王八犊子 算你聪明 要不然晚上就嘎了你 陆远 你可想好了 果真要拒绝我大姐了招揽 谁说我一定要接受你们的招揽 你们皇帝 解圣旨的时候 考虑过 我的感受没有 说得好 陆县令 朝廷不在乎您 咱们在乎您 天元商会即刻起 愿意陆县令马首是瞻 四海商会也是 好好好 陆县令 日后可别后悔 陆县令 咱家在陛下跟前的时候 陛下就说 县令乃人中浓缝 若是不接受着圣旨 倒也没关系 只要陆县令愿意开架 只要大夏拿得出来 都可以 这烟狗真是见风查证了 这大夏的确是个聪明人 姿态够低 倒是可以多利用一下 王公客气了 大夏皇帝的诚意 陆某已经收到 烦请王公转告皇帝 北梁县七代和大夏 深入合作 咱家谢过陆县令 死男人婆 听见了没 这就是我们大夏的诚意 你个嗓狐狸 你给老娘等着 总有一天 把你两个大球球 搁了喂狗 行了 都别吵了 先入住营宾馆 晚上一起吃个饭 嫁缘 招待好这些贵客 是 大老子 你还要问我手多久 你手凉 我多给你呜呜 你摸够了没有 赶紧给我松开 好吧 那我松开 爹爹 娘只是害羞了 下次换个人少的时候 牵她 死丫头 胡说什么呢 爹刚才牵娘的时候 娘笑了好几次呢 嗯 你以后别跟着我了 就到我没生意 真美 生气都这么美 什么大井公主 大夏公主 连你脚趾头都比不上 下次再如此轻浮 我马上离开 好 我闭嘴 现在母女身份暴露 为了安全 自然不能住普通的客栈 陆约安顿过他们后 就盲工雾去了 此刻欢欢已经睡下 赵尖家坐在凉亭 却突然碰到端王世子赵吉 看到女帝 赵吉本想逃离 却突然被女帝叫住 你站住 是了女帝 女帝带娃找上门 昨日好不容易拒绝两个敌国公主的追求 今日女帝却让我学审万三 断帝国商贸 成为帝国首富 什么 这个吊灯 你居然想让我卖五百两银子 世界上哪有那么傻的人 这你就不懂了吧 越贵的东西就越可以提现它的价值 而且这吊灯可以发光 更是不知道为它们节省多少蜡烛钱 说的倒是没错 不过核心技术却是电 我可以卖给它们 让它们国家在夜晚也可以照明 那岂不是便宜了它们 它们可是敌国呀 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攻打我大钱 我是生意人 赚钱才是我的事情 至于别的 我算出天下 早晚会大乱 就算打 我也会保护好北梁县 保护好你 还说不是反贼 还说天下大乱 我看你是希望天下大乱吧 说着女帝便生气地离开 牧原也不明所以 去忙她自己事情去 而此时的女帝 却在梁亭上碰到了她自己 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认识这狗男人的 四年前 我爹代替您来北梁巡边的时候认识的 是我刚坐上皇位的那一年 我派你父亲镇守边关 所以你也跟着去了吗 是的 那一年北梁县很穷 大家还处于鸡一顿饱一顿的状态 你给我说重点 陆师为了百姓能吃饱喝足 在父亲巡边的时候 跟父亲做生意 并要求父亲不能把这件事传出去 我父亲当时肯定是不同意的 但是陆师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给的什么 比如您现在喝的茶就是北梁县特产 父亲当时只是想着开源节流 绝对没有半点私心 北梁茶叶吗 我喝过似乎比我喝的还要好一些 这是陆师自己喝的 是最上等的 独外貌 除了这茶还有什么 宫里吃的经验 白糖都是来源于这里 这里出产的经验 没有任何杂志 白糖比红糖贵五十倍不止 这些都是暴力的商品 当年奸相跟妖妃 搬空了本就不富裕的国库 连陈子 将士的响赢都发不出来 端王叔就是靠着这三种生意 解决了朕的困难吗 没错 就是这样 那为何不告诉朕 就因为那狗男人不许吗 是的 物诗不许 黄姐 我陆师他真的是欢欢的生父吗 不该问的别问 黄姐 既然您跟陆师关系这么亲近 那咱们就有天然的优势啊 陆师的能力和爱国之心是有目共睹的 我自由主张 你别自作聪明 你们就没想过这狗男人有造反的心思 不会的 陆师从来就没想过这狗 你真是被这狗男人给洗脑了 既然你说他不是逆贼 那证明给我看 我无法证明 但是黄姐 我也是赵家人 我不会害自己 更不会害您 把今天的话都烂在肚子里 往后就当不认识我 好好配合我 要不然我饶不了你 说完这话后 女弟气冲冲的离开 却发现她眼中的那个狗男人早已经回来了 女儿正拿着她做的最新的玩具玩 怎么 她又给你做新玩具了 是的 爹爹很厉害的 还说让咱们去参加宴会 听说挺好玩的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凭什么要陪你去参加宴会 就当出去散散心 那里面很漂亮的 我想看 我想看 你不想看看吗 就当陪欢欢了 此时 接待外宾的大厅灯火辉煌 一盏巨型吊灯在大厅里照亮了整个大厅 什么叫他娘的亮如白昼 这就是啊 这简直比淮南这里记载的人鱼高辣还要亮 不能看久 眼睛都花了 这个貌似叫电灯 比任何蜡烛都要好一千倍 这一次万国大会 一定要想办法拿下这笔生意 这估计就是今年万国大会 最赚钱的生意了 到时候恐怕又是一份分钟 那糟狐狸 今天穿得特别骚气 半个球都雾外面 怎么不脱光了来呢 今天路郎之所以不好意思接纸 应该是人太多了 若是公然叛国 多难看 今天我必须拿下他 哪怕暗中让他接纸也行 公主 委屈你了 我可不觉得自己委屈 你看那男人婆 还不是卯足了竟想跟我抢男人 是路先定来了 路远哥哥你来了 路郎 你可算来了 你们别这样 我是有妻女的人 那女人有我身份高吗 有我爱你吗 她有我大马 你看我屁股 一看就是生儿子的料 虽然白天你拒绝了我们 但是女人的直觉是很敏锐的 那个女人对你并不好对吧 随后赵尖家便走了进来 正当所有人震惊她的美丽时 女帝甚至都不看两个公主一眼 自然而然地走到了陆园旁边 你今天真漂亮 少平嘴了 我就是不想让你在众人面前丢面子罢了 陆县力 这烧刀子可真是好久 今年是不是该重新拍卖售卖权了 是啊 三年期限已过 今年是不是该重新拍卖了 烧刀子的价格类似于今天的茅台酒 三年前 被大井的红运商会以50万两拍走了 三年的独家售卖权 这三年 他们起码赚了200万 陆县力 三年前咱们可是说好的 我们红运商会有优先去约权 老钱 你已经吃了三年独食了 该让让了 这一次就看谁准备的钱更多了 60万算个屁 75万 我只要两年吧 这群人都疯了吧 居然愿意花七八十万两买一个独家售卖权 自己作为大前皇帝却国库空的跑耗子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诸位 我觉得你们都错了 咱们这吊灯也是大生意啊 对啊 这吊灯倾家荡产我也要 我出30万两 我们出50万两 我们出200万两 区区200万 你们当陆某是乞丐吗 陆元哥哥 看在咱们是熟人的份上 便宜一点行不行 我把自己当礼物送给你 男人婆 你配当礼物吗 就你那二两不值钱的肉 陆郎瞧不上 行了 你们也别争了 这吊灯只算是一个副产品 真正让吊灯发光发热的 那就是电 众人也非常震惊 但是看到这吊灯发光 也由不得他们不相信 总之 我可以将这个电 输送到你们的境内 一度电是两银子 而今年北梁县 可对外输出雷电 十年的经销权 底价大概在300万左右 先到先得 过期不后 陆氏国大前出310万两 大前的市场我也很看好 我出330万两 那是大前的市场 跟你们大井有什么关系 陆园哥哥说了 他只管输店 输给谁一概不管 我出钱高 能拿下是我的本事 你们想用店 就来找本公主买吧 卧槽 故事他爽了 正常的生意竞争 说不起就别说话 世子 钱不够 咱们错 无论如何 大前的市场 也不能被敌国给金战了 我还可以出100万两银子 我风云商会出80万两 我赵锦 谢谢你们了 小姐 国库两年的税银都投进去了 这狗东西太贪了 自己人竟也不放过 别说话 继续观望 一 二 恭喜端王世子 以580万两 拍下大前市场 十年雷电经销权 随后大井和大夏的精英权 分别被永宁和常乐公主拿下 三国代理权 总计拍出2100万两的天文数字 赵尖家算出这个数字后 已经震撼的说不出话了 如果这些钱给我的话 我便能打造出大前最强的军队 感谢诸位对北梁县事业的支持 我宣布 第四届万国大会圆满结束 恭喜 2100万两 比一国的税收都高了 我还以为你又要嘲讽 我掉钱眼里去了 我一文钱 满倒英雄汉 虽然我不喜欢你的形式风格 但钱财在某些时候真的很重要 你娘咋了 今天吃错药了 爹爹 我偷偷告诉你 我娘没银子了 想问你借银子 但是她又不好意思说呢 臭丫头 谁 谁说我要问她借银子 不仅当面怒骂女帝是个傻猴子 还学习赵匡应黄袍加身当面造谣 同时北梁兵变我率军讨伐 大战一触即发 我却千军万马中取下敌军手机 女帝满脸震撼 我却面不改色 就在一个时辰前 小姐 好多镜子 咱们发财了 既然孩子已经知道你这个父亲 那么这一趟北梁之行也就结束了 明日我们就动身回京 欠你的银子 我会在一年内还给你 就不能多留几天了 不能 中州大汉三年 粮食颗粒无收 大量的百姓逃难进京 其中还有叛贼滋事 我得回去帮忙 那是朝廷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狗皇帝强行逼迫你家赈灾 不许对陛下无礼 难道在你眼里陛下就这么昏愧无能 其实她一个女人执掌天下 我还是很佩服的 但是吧 她太蠢了 那你说她哪里蠢了 陛下如此盛名 盛名说不上吧 她本意是想大前变好 可惜用错了劲 比如她错杀燕党 真是自毁必防 那些燕狗 结党隐私 把持权证 清理掉他们 难道不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吗 燕党清理掉后 女帝掌控朝政了吗 没有吧 反而更加的寸步难行了 这 女帝不是还有端王吗 没错 但是端王做的最大的错事 就是杀燕党 那可是先帝留给后代制衡 新党最大的制约手段 你说什么 燕党无恶不做 人人得而诸之 怎么可能是先帝留给陛下制约新党的手段 先帝在世 十五年不上早朝 不是不想上 而是不能上 重用燕党后 才慢慢的稳定朝局 所以我说女帝很蠢 她不适合当这个皇帝 因为燕人无根 注定翻不起风浪 那你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当然是凉拌 我观天象地理 发现大前的小兵和妻已经到来 到时候天气极端 粮质锐减 必将天下大乱 群雄并起 什么是小兵和时期 要持续多久 季后是有规律的 你看那些王朝 更迭的时候 都是天灾人祸不断 这就是小兵和期 短则几十年 长则上百年 老天就这么不眷顾大钱吗 新党才是奸党吗 奸家 你怎么了 你眼光既然如此长远 那不如随我进京 福大厦一江青 不是更好 奸家 天下大势 几次人力能改 逆贼 说得这么好听 还不是想赖在北凉城王称霸 等时机一到 席捡天下 次日 他收拾好东西 就准备离开 知道陆园在军营 不多时 就来到了军营告别 而陆园正在军营中开会 大老爷 今年是不是该增兵了 去你娘的王马子 你步兵团人本来就最多 还他娘的要增一万兵 你当老子的骑兵团是什么 葛大眼珠子 所有军团里 就你他娘的骑兵团最好银子 这些年 大老爷什么好的都给你们骑兵团了 也该轮到咱们了 就是 要增兵也是我们增 跟你有个毛关系 咱们磨刀兵才是骑兵的克星 大老爷 不管怎么样 医护兵也该扩增了 整个医护兵团就五百人 主刀医生才七个人 已经无法应对接下来的战争了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纷纷呼应 谁敢说自己打仗不受伤 夏红梅的医护兵团人越多 他们拿起仗来也就越谷 今年医学院 有一批学生毕业 正好给你们作为补充 再给你们一百万两的预算 去吧 谢大老爷 未来骑兵和伙计是重点发展的兵种 今年给你们三百万两的预算 你去吧 谢大老爷 随后将今年的预算都分分下 护卫军体系砸进去一千四百万 剩下的银两则是尽数砸进科研剧中 做完这事之后的众人并未离去 而是都盯着他看 钱都分完了 还不走 想让我请你们吃午饭吗 感恩大老爷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无等无以为报 请大老爷受无等一拜 老曹 你这是做什么 快起来 大老爷 北梁县时至今日 一城堪比一国 人人老有所依又有所养 我曹文虎 能在大老爷麾下卖命 是己事修来的福分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 大老爷乱世一血 天命在北梁 而今我北梁大势已成 称霸三国 民富兵强 请大老爷称帝 卧曹 老曹 你想害我 请大老爷称帝 你们这是做什么 快起来 他正想拖下龙袍 就看到赵尖佳抱着欢欢女的嘴唇 一言不发地看着自己 哎呀 你们可害惨我了 路远 你这个贱贼 还说你没有谋逆之心 黄袍都加深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果然 我猜的没错 你这狗男人就是想当逆贼 从今日起 我们各走各的路 尖佳 你听我解释 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来这一出 我 你个骗子 放我离开 今天就走 这地方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爹爹 我不要走 不想走就留在这里 就当没生过你 不要啊 娘 不要 尖佳 我昨晚跟你说的那些 你认真想想 大钱已经病入膏肓了 就算用猛药 就回来的概率也不足三成 路远 你不会想说服 我跟你做谋逆吧 好人不做 非要当尖贼 好好好 你赵尖佳了不起 你赵尖佳是大钱的忠臣儿女 只有我路远是奸贼 张总兵护送他们离开 你好自为之 好的 陆老弟 孙二愣 老子是张威 他娘的给老子开门 放你娘的狗屁 我们总兵大人好端端的在关内 咱们会跑到关外去 来人 放箭射死着冒充总兵大人的狗杂碎 有有 徐海 你们两个鬼儿子 给老子滚出来 陆老弟 北梁关有变 所有人快后撤百里 准备防御 北梁关的人疯了 连张威都敢射 这群人真的和路远说的一样要造反 群雄逐鹿 夺取大钱吗 不能慌 千万不能慌 金家 你看着欢欢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场硬仗要打 到时候 你跟孩子先回北梁县 我不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能怎么回事 北梁关有变 里面有人要夺权 小姐 危险呢 打仗的事就让他们去吧 你别管我了 你带着孩子先走 留下可以 给我老师 待在后方 影响作战 我可不管你是谁 赵马不误 陆远 我可不是冷赘 你他娘的事不是宠货 不会让人放冷剑吗 你他娘的喊个什么东西 不是摆明了告诉那冒充总兵的狗怪 咱们要射它吗 刘总兵 属下知错了 刘总兵当务之急不是责怪孙儿愣子 而是想办法杀死了冒充张总兵的狗贼才是 若等他们跑回去调兵前将 您觉得还有咱俩的活路吗 一说的对 绝不能放过这一次机会 无论如何也要打赢这一战 纯某的命令击杀来犯敌军投石击准备 鲜牛母准备 发射 驾云梯 给我冲 给我到金枝 张老哥 刘勇没那个胆子造反 必有幕后之人 我帮你诛杀刘勇 但是我希望老哥能够顺藤摸瓜 把刘勇背后的人给揪出来 你放心 兄弟 这件事交给我了 鹰眼发个信号 诛杀刘勇和徐海 是大老爷 不过 陆老弟 北梁关城墙高达十丈 宽两丈 没有十万打军 是绝难攻破的 不用攻城 也能诛杀这两人 那就麻烦兄弟了 你有什么打算 就凭这些人 是不可能攻破北梁关的 秦贼先勤忙 杀了刘勇和徐海 危机自处 笑话 除非你能飞上城墙 否则你拿什么杀 赵金架 打仗是男人的事情 你现在乖乖的 给我退到一边去 你个自大狂 要不是为了欢欢 我管你是死是活 好心当坐驴肝肺 等天一黑 说什么都晚了 总兵大人 书下方才用千里镜 看到了一个人 是谁啊 是陆远 我确定那人就是陆远 他就在人群之中 只要抓住陆远 那被凉线的一切 就是咱们的 那还等什么 纯老子军令冲锋 总兵大人 不好了 有叛徒想开城门 接引叛逆 我们就知道张薇 那狗东西肯定有后手 老子正好趁机 将他们连根拔起 周藤 你的娘子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前途带路 不好 诸位兄弟们 汉立刘永已经俯首 周鹏奉张总兵之命 击杀两位贼手 若再不束手就擒 格杀勿论 众士兵看到头目已死 而且他们知道城下 确实是总兵张薇本 见大势一去 便纷纷投降 卧槽 这就成功了 狗男人 你这个大奸贼 别以为化解了北梁关之乱 我就会轻易原谅你 就在今日 我们与蛮族决一死战 从这一刻开始 乌孙就是蛮族新一任的头狼 阿爸 你不要走 不好了不好了 敌人袭击了 别贪囊的哭了 敌人都打到脸上了 你还要哭到什么时候去 你这可行 无配做头狼 配不配你说的不算 兄弟们 死我上阵杀敌 所有弓箭手 预备 发射 雕虫小技 给我防御 现在轮到我了 超级坦克 发射 大前国就只有这点手段吗 三 二 一 这是审美 大前国竞人掌握了审美 快跑 给我冲 野仙 你怎么跑了 快快快 从大夏接到 逃到大夏去 咱们就安全了 狼奇卫 快点集结 我亡 只集合了几千人 其他人都被野仙给带走了 你说什么 快走吧 他们马上就杀过来了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咱们去大警 只要进了大警 就安全了 无孙 野仙 这两个龟儿子 跑哪里去了 一个跑去大夏关 一个跑去大警关了 这两孙子 跑得忒快了 他娘的 大夏和大警 还敢接受他们 敢不把大老爷 划封在心上 我这就去砸死他们 不着急 先轻点战俘 让弟兄们休息一下 野仙和无孙逃不掉 要是大夏和大警 真敢接受这些人 那就是跟咱们作对 他们没那个胆子 陈将军 我是野仙 快开城门放我入城 我是来投靠大夏的 带这么多人 你是来攻城的吧 你他娘的当老子是傻子吗 我没开玩笑 你快点 让我们进去 将军 我怎么觉得野仙 好像是被人撵出来了一样 有这种可能 我估计是蛮族发生了内讧 头慢病症 搞不好这小子没争过无孙 陈将军 你要是再不开门 我可就去投靠大警了 没有特殊的情况 是万万不能开城门的 除非你有公主的信 要不然这门开不了 陈元 我跟你说实话 北梁护卫军夜袭龙亭 你现在放我进去 就是雪中送炭 我欠你一命 原来是过来找庇护的 那就更不能开了 公主说了 如果咱们接受蛮族人 北梁县必然会报复 你还是去大警碰碰运气吧 你可要想好了 我这一走 是敌飞勇 既然是敌人 那老子还跟你废话什么 给我设这 而另一边 乌孙的情况也跟野仙一样 被大警官的人拒之门外 乌孙说尽了好话 都于事无 我亡 怎么办 要不 咱们去大驾关碰碰运气 不用了 我估计野仙那边跟我情况一样 这两国未居北梁县 是绝对不敢收咱们的 向务员投降吧 最起码还能活下来 只要主卖的人一来 被折返去北梁县的事 路上却恰好跟赶来大警官的 也先碰上 双方大眼瞪小眼的 气氛很诡异 怎么 大警不收你 你不是一样被大驾扫地出门了 你打算怎么办 是准备杀出去 还是 四面还敌 怎么杀 北梁县有句话 叫做实施误者为俊杰 听阿爸的 保留有用之身 等到援兵来临 以血还血 以牙还牙 若不然 假意投降 在外面咱们攻不破北梁县 但是在内部 就不一定了 有道理 硬的来不过 那咱们就来软的 此时的路员收到消息 心情大好 相比之下 大厦和大警的两位公子 却因为蛮足对面 一同找路员讨说法 你们两个过来做什么 我现在没空 陪你们调请 路郎 也先是我大厦 侧封的镇北将军 北梁县无端偷袭 应该给我大厦一个说法 路员哥哥 虽然宁儿从身心都是你的 但无孙也是我大警侧封的北蛮王 你无端侵略我大警国 是不将我大警放眼里吗 你们想要什么说法 我牵头 签订不占协议 我可以保证 未来蛮族绝对不会跟北梁县作对 我也是这个意思 要不你把他们放了 赔个几十万两 意思意思如何 在你们眼里 蛮族欺我 我却不能打回去 是吗 你们就没想过 庇护蛮族 就是跟我北梁县作对吗 北梁县再强 也不过百万之民 而我大警佣兵百万 只是不愿意一大蹊小 陆令军 咱家是最好说话的 到时候你成了必须 别说收拾也先 到时候陛下一高兴 把整个蛮族局基地 分给你做封闭 也不是不可能 想当我老丈人 下地还没这个资格 别废话了 开打吧 陆令军 你可要想好了 到时候两国家机 北梁县生灵涂炭 可是你想要的 该你了 陆 陆大老爷 有话好说吗 咱们只是进行如好的协商 您干嘛这么大的火急啊 你们不是 想逼老子干账吗 老子怕你们不敢来 多杀你们几个人 我看到时候 你们到底派兵不派兵 陆元哥哥 冷静一点 我 我们没有逼你的意思 你说 你们怎么敢在我的地盘上 要挟我 是脑黄金吃多了吗 从今天开始 就劳烦你们两位公主 居尊留在我这里 做个婢女 什么时候过来赎人 什么时候放你们 陆元哥哥 您来错了 你得下您来好吗 陆郎 杀得好 这样口出狂言的狗东西 就干杀 我这个人信奉的 质疑得福人 最不喜欢逼迫别人 你要是觉得委屈 大可以说出来 我这个人是很好说话的 没有逼我 一切都是见切自愿的 老爷 大赤后来报 大一丝蛮族残兵 向我方突进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 全军戒备 随时准备迎战 陆令军 我是蛮族 左嫌王野嫌 带领蛮族 经为投城北梁县 请陆令军 出来一见 陆令军 我是乌孙 特地来投 我愿意带领满族 永生勇士为陆令军而战 你说 这两个家伙 是不是玩的假投降的戏码 应该是 那就陪他们玩一玩 毕竟这些可都是 最上等的劳动力 要谈可以 所有人脱光了衣服 走过来 我就给你们谈判的机会 你听到了吗 陆元说让咱们脱光了 走过去 他就是这么说的 王八大 也太谨慎了 早就知道 这路贼奸话狡诈 没想到居然如此难缠 陆令军 我们是来投诚的 你愿我们脱光了衣服 威美也太羞辱人了吧 哦 嫌丢人啊 那就别谈了 打吧 怎么办 他根本不上当啊 咱们要是脱了衣服 轰天雷根本藏不住啊 有了 将轰天雷藏在头发里 只要杀死陆元 北梁县部攻刺破 所有人听令 给我脱衣服 陆令军 已经脱完了 可以过去了吧 还不行 你们得把头发 也给我削了 狗东西啊 欺人太善 脱了衣服不算 还要咱们剃头当兔驴 宁愿战死 也不愿意受如此羞辱 算了 等主卖来人 还怕没有报仇的机会吗 陆令军 我们削发了 现在排队走过来 不要有任何遮掩 但凡有异动 就打死你们 说完 乌孙和也先打头阵 二人一前一后 光着屁股往北梁城下走 后面的士兵 也全都脱光光 跟着进了场 这么小 都不及大老爷 我三分之一 我们都投降了 为什么还要吧 难道你们还要 严刑考打吗 我要进入令军 你别怕 我风楼散 可是竹城有名的快斗鼠 这把村的公主都是我演的 保证一下就好了 不要啊 陆贼 我跟你不共那天 大老爷 俘虏这么多 你打算怎么处置 五岁以下 无论男孩女孩 统一送进福利院 女性去南门 按照这个流程 让护城女兵检查 没有生理疾病的 年轻强壮的 优先奖励 给未婚将士 大老爷 这么多人住哪里 福利院也住不下这么多孩子 不安分的男蛮子 明天就送他们 去修城 提拔一些 乖巧伶俐的 让他们以蛮制蛮 那些一到三岁的孩子 就让人收养 这么小不济世 还能养熟 女人不用管 这几天就能瓜分干净 与此同时 女帝在中州饥荒地 遇到了大麻烦 这就是路远的飞艇女 只因为扣留了大厦和大井两国的公主 皇帝镇母当即派几十万大军进攻现场 而此刻用飞艇骑袭便是路远的祭祠之一 你们看到大厦的凉草库了吗 师长 就在下面 我们看到了 很好 给我把火灵弹扔下去 卧槽 好大雌鸟 完了 全完了 我们的粮仓全被烧了 赶快通知陈元将军 而与此同时 大厦将军陈元 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了家中 这江夏王一来 怎么这么折腾人 你一个富到人家懂什么 三天后就要进攻北凉城 不提前做准备怎么打 要我说 好好的惹北凉城做什么 你看看满足 看看大井 吃的亏还少吗 三天后就没有北凉城了 你不是很喜欢北凉的香水 到时候我拉一车回来 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嗯 哼 将军 大四不好了 他娘呢 还让我让人休息了 什么事 凉仓着火了 已经侧底漫延开了 根本扑不灭 江夏王已经过去了 你说什么 不是有助兵把守吗 怎么会着火 他们说 这火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掉他奶奶个腿 天上要是会掉火 怎么不把那些蠢猪给烧死 和我去看看 陈远 本王让你看好粮仓 你他娘的就是这么看守的 你让本王怎么向陛下解释 江夏王 快点抢救吧 抢救个屁 全都点燃了 谁敢冲进火里 这是什么声音 江夏王 这是陆远的轰天雷 只有陆远的轰天雷 才能发出这种声音 他的人混进来了 天下的陆远 老子跟你是不两立 在哪 我看到他们了 他们在天后 大梁的人居然会飞 天啊 咱们怎么会打得过 是啊 他们不仅烧了我们的粮草 还烧了我们的盔甲和武器 现在打仗都没武器了 怎么办 李梅师长 现在已经烧掉了他们的粮仓 很好 一会让他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李梅烧烤 现在已经没有了盔甲锁武器 如果现在敌人进攻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江夏王 不好了 城外嫡系 城池已经被攻破了 你说什么 城池被攻破了 救命啊 北梁人士魔鬼 他们不仅能飞 还能喷火 不可立敌 快逃吧 周围都是四三刀的大型教士 而从天而降的大 更是下眉了他们的能力 是可 李梁骑兵就像是神兵一样 连破两道坚固的防线 突兀地杀进了大相关 将军 逃吧 他们杀过来了 扰乱鸽鸡鸡殻杀死 我是大下之北将军 就算死 也是死在战场之中 只为随本将冲锋杀底 外面下雨了吗 这东梅打的可真想 估计未来几天要下雨了 向远还没下雨呢 不过这北梁的东梅也太离谱了 从方才就一直没断过 您是不是饿了 小的去给您弄一些点心 不用了 是大厦关吧 怎么老天仪一个劲地朝那礼批 莫非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大警官守将 王毕求见 王将军 发生什么事了 方向 大厦关破了 您看那边红光漫天 那是因为大厦关起了大火 探子不敢深入 只知道那边先是起了大火 然后北娘军突袭 攻破了城门 已经杀进去了 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大厦关 李存勇还在 怎么如此轻易就被攻破了 回直已经把所有人都叫起来守城了 陆远这个人最善其喜 以少甚多 他极有可能会来大警官攻城 他敢双线开战吗 这世上就没他不敢做的事情 上城墙 让探子再探 北梁县护卫军已经插上了城旗 路上发现有北梁护卫军的支援 北梁护卫军已经朝着大警官来了 这狗东西居然真敢双线开战 都给老夫打起精神来 绝对不能让北梁护卫军得逞 几十万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 等着北梁护卫军前来 等到日上三干 他们也没看到半根人毛 直到探子来报 方正和才知 自己他娘的被耍了 而另一边 路远已经赶到了大下官 你这个卑鄙小人 偷袭算什么好汉 有本事就光明正大的工程 你是傻子吗 兵者 鬼道也 硬碰硬 是蠢驴才干的事情 是我轻敌了 路远 我没佩服过谁 你算一个 既然你赢了 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 说吧 你的人真的在天上吗 没错 难怪北梁县能在短短几年内发展壮大 路远小贼 就算你破了大下官 也不意味着天下无敌 大下百万大军 几十万骑兵 落潮停动真可 你肯定没好下场 假路相逢勇者胜 输了海狗叫 有意义吗 想活下来吗 给你们一个机会 一人给他们一刀 我让你们活下去 路远你好baby 别上他的当 我路远不是试杀的人 我这个人最佩服的 就是保家卫国的将士 但是咱们是敌非友 我也很想把你们收入够中 路远 你究竟想做什么 难道真的想跟我大下不死不休吗 我还真就告诉你了 不仅大下官 老子要了 大警官老子也要 你动手吧 我李存勇 只有战死 没有投降 诸位 入我北梁府 不纳梁 不摇役 君分田 人人有心房 心一 凭什么那些官老爷 吃香的喝辣的 你们是世代 镇守边关的军户 朝廷的好从来 没有你们的份 我路远 从不信这一套 王侯将相 宁有种呼 你们是天生的剑种吗 你们生来就比别人差吗 你们还要麻木多久 想想你们的妻儿吧 多久没有天智 新衣服了 想想你们自己吧 多久没有吃上一块肉 喝上一碗酒水了 你们是想 当一辈子懦夫 还是一个真男人 哪怕只有五秒 我是他显然的 老子不给大下卖命了 老子要打完喝酒 要打口耻辱 周福叫 你如我婆娘 打我爹娘 踹我孩子 今日老子来保除了 不要 不要 杀了我 你会被猪九族的 王侯将相 隐忧种呼 你叫什么名字 小弟第二谷 请打老爷鼠溜 收了 给他衣服 给他食物 把他的家人带出来 带进北梁府生活定居 多谢打老爷 周围人看到这营 也是蠢蠢欲动 很快 越来越多的人站了起来 去他娘的大厦 去他娘的军户 老子要做得丧人 要当家人做心房 传心意 大口呲肉 那一瞬间 周围人就像是 琪琪被蛊惑了一样 炸起 他们蜂拥而上 将眼前的将领 插成了烂肉 好一个王侯将相 宁有种呼 路远啊路远 你才是大厦最大的敌人啊 路郎 江夏王是无忧的三叔祖 他年事已高 你可以看在我的面子上 把他放了吗 你没那么大的面子 那路郎 怎么才能放了三叔祖 放是不可能放的 除非他为我效力 我可没有放虎归山的习惯 那切身帮你说服三叔祖 三叔公 是我 公主 你也被抓进来了吗 没有 我是来找你的 公主 臣无能 无法救公主 为难 我这一次来 是想劝三叔祖投降的 现在北梁大事已成 只要三叔祖投降 那便可以用北梁的实力 除掉大井 假以时日 只要我能还上陆园的孩子 这北梁就有我的一份 可是我一旦投降 朝廷那边 陆园能拿下大下官 来日就赶攻入关内 若是继续任由两方关系各化 这是三叔祖想看到的吗 陆园的人能飞啊 真有人能飞起来吗 千真万确 要不然陆园休想 轻易破城 罢了 那老陈今天就做一次被主之人 万千骂名 就让老陈来背负吧 三叔祖这是答应了吗 为了公主 为了大下 陈甘愿付出一切 三叔祖高义 无有感激不尽 与此同时 李存勇战败的消息 已经传回了大下猎金 下地震怒 王叔居然败了 加上随行的名夫 人数多达三十万啊 居然败得这么彻底 你们都哑巴了 都跟朕说说 该怎么解决这件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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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